他当时有两个小男朋友 一个叫张艺直 一个叫张宗昌 这两个是兄弟俩 那这两个人呢 就利用这个职权呀 逐步逐步的就插手到朝纲了 然后陷害这个宰相魏元忠 引起了朝堂的一片动荡 满地鸡毛 大家好 我是王十一 今天咱们讲TV图 这个第四项叫做丁毛 这个字念毛啊 正曰 飞者不飞 走者不走 女郑高刚 乃克有后 大家看这幅图 这幅图特别有意思 图上是有一只鹦鹉 以前呢有五只猴子 在那赶 这幅图它预言了什么呢 就是飞者不飞 走者不走 就是该飞的吧 他没飞 该走的呢 他也没走 这该飞的不飞 里面指的就是这个鹦鹉 这鹦鹉呢 暗喻就是这个武则天 为什么是武则天啊 其实呢 他曾经做了一场梦 就是梦见这个鹦鹉 两翼巨折 然后他就 照丁杰入宫 就问这个丁杰 这个丁杰就告诉他说 鹦鹉者 陛下之性也 这鹦鹉就指 陛下的性事 也就是说指的就是武则天 起二子 则两翼 镇里 就是说你把你两个儿子 重新启用 那你的左膀右臂 就又回来了 这样一说呢 这个武则天就听信了 就上了敌人杰太套 把这个李显 还有李旦 这两兄弟 就重新召回宫 走者不走 说的就是该走的没有走 指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那个被废的唐忠宗李显 镇宇高刚 乃克有后 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指的是李唐后人 这样说就是唐忠宗李显 重新登基了 然后重振朝纲了 微行轻女十全旗 吉木萧条十八只 赖有猴儿其卓力 倚亲大树丈夫池 什么意思呢 我大概说一下 就是微行轻女十全旗 指的就是这个武则天 女皇帝嘛 就是大型权威 吉木萧条十八只 就是放眼望去 这十八个礼堂的枝脉 早都是一片萧条了 就是没剩几个人 赖有猴儿其卓力 大家看到这个图里面 是有五只猴 这五只猴 就是指敌人杰 按照安排的 那个五个王猴 分别指的是 这个汉燕王 张剑植 浮阳王 横燕范 平安王 晋辉 南阳王 袁树戟 和灵王 崔玄伟 这五只猴 赶走了那只鹦鹉 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说啊 在这个胜利元年的时候 这个胜利 指的就是武则天 升帝后的 第十个年号 使用了两年半 也就是公元六九八年的时候 这五成四和五三四啊 他们也是这个武则天的侄子 凯斯太子之位 就对这个武则天禁言说 自古以来 天子是不能给外星人的 就是 既然是咱姓武 那就是武姓做皇帝了 那武则天这时候就有点犹豫 后来呢 这个宰相迪恩杰就进宫劝谏 说这个孤侄和母子 哪个比较近呢 就是说这个五成四和五三四啊 是你的侄子 但是李显和李旦呢 那是你的儿子 谁会比较亲近呢 如果陛下立儿子为太子的话 那么千秋万代之后 会在太庙中作为祖先去祭奉 那如果要是立你这个儿子 那如果你要立你这个侄子为皇帝 从来没有听说过 侄子当了皇帝以后 把姑姑供放在太庙子 这武则天一听 是怎么回事 所以后来呀 就把这个李显秘密的接回了洛阳 最终立这个李显为皇太子 而这个武则天呢 他到了晚年以后 并驳山深 他当时有两个小男朋友 一个叫张义直 一个叫张宗昌 这两个是兄弟俩 那这两个人呢 就利用这个职权呀 逐步逐步的就插手到朝纲了 然后陷害这个宰相魏元忠 引起了朝堂的一片动荡 满地鸡毛 在神龙元年的时候 这个神龙呢 就是武则天和唐忠宗李显的那号 也就是公元705年 武则天病重 就已经快不行了 就是躺在床上 起不来了 咱们前面提到那个五个猴啊 就是那个猴也 就联合了当时的禁军统领李多座 以二章谋反为名 发动了著名的神龙政变 率领禁军五百余人冲入攻城 将这个二章拿下 并且当众就咔嚓了 随即呢 就包围这个武则天所请的 叫集贤殿 逼他退位 其实这武则天当时也一想 仔细一合计啊 特别是这个人之将死 什么事情都看淡了 被迫善让皇位 与这个太子的离显 大家看啊 那个五个王侯赶走了这个鹦鹉 再联系一下 之前这个上则语言说的 活犬二人之劫 大家还记得吗 唐太子我们问那个李春风 谁可保我江山 就是活犬二人之劫 敌人节 这后面的一切 其实都是敌人节暗中安排 那么这个第五项叫 物长 正曰杨花飞蜀道南 阶段逐交方见日 更无一时乃平安 宋曰 于杨勤谷过通关 此日君王兴建山 木翼若逢山下鬼 定于此处藏心环 大家听这个意思 大概也能想到 就是关于杨玉环的事了 那我就再跟大家说一下 在天保十四年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七五五年 十一月的时候 和我生日差不多 这安禄山就伙同这个十四名 举兵反叹于羽阳 时生安矢之乱 次年六月 这个长安同关沦陷了 这个唐宣宗 就仓皇逃往四川成都 路径建山 所以大家再读一下就懂了 这个 于杨勤谷过通关 就是这个叛军 起于于杨 攻陷通关 又说 此日君王兴建山 这唐宣宗经过建山 木翼若逢山下鬼 定于此处藏心环 这就大白话了 上面一个山 下面一个鬼 那就是马卫泼的位 这就说这杨一环 就如果到了马卫泼这个地方 那他就葬身于此了 这没办法 天数已定 正曰杨花妃属到南 指的就是杨贵妃之子 这属到南指的就是 唐宣宗 逃亡四川 截断逐萧 方见日 更无一时乃平安 截断逐萧 大家把这个萧字上面 截断 就是一个宿经的宿祖 指的就是这个唐宿宗 更无一时乃平安 那这个史 就是指的十四名 乃平安 安呢 就是指这个安禄山 合起来就是安史之乱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唐宿宗继位以后 这个形式才得到好转 最后才平定这个安史之乱 那这个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的 就在公元756年7月22号 这皇太子李亨 继位于零五 是为唐宿宗 那当时他爸爸唐宣宗啊 还在那个四川去流亡呢 他就擅自称帝了 所以当时这里 有两个皇帝 父子二人都是皇帝 所以在随后这几年啊 这个唐宿宗李亨 他就屡破叛军 收复长安市地 这个安禄山和十四名呢 也相继被抓了 最后这个安史之乱 在历史八年以后 得到了平息 所以就应了这句话 截断竹销 方剑日 更无一时 乃平安 大家看这个图啊 就就很 这个图就很邪门 这个图画着一个倒地的女子 看见没 这个女子指的是谁呢 就是 杨一环 这旁边还有一个马鞍 指的呢 就是安禄山 然后在旁边 还有一个书香 那这个书是什么 是史书 你看是竹简的样子 就是说史思明 安史之乱 杨贵妃倒地 这个图上都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这个阴阳五行 战谱八卦 其实有些时候 听着就挺玄乎的 听说啊 是从 福西和女娃 传下来的 看来远古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东西 是属于真本式的 或者还有一些 真本式的人 其实这里 我就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个古代啊 这些阴阳五行啊 怎么就没有像 现代这种 科技的这种突破呀 或者是理论上的突破呀 就突破阴阳五行 我经过这颗土 我再加个别的 而是始终在这个 古代的圣人的经典里面 狗袍 似乎这个东西就是 越古老就越好 不是像现在这种手机一样 我更新迭代 越进化我就越好 是不是我们遗失了 一些宝贵的财富呢 这个我也没法说 称曰 是都非都 是黄非黄 阴霾即去 日月复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 这么样的意思吧 唐元宗在四川逃亡期间 他的儿子 唐素宗李亨 他擅自成帝了 就这件事情 还有两个皇帝 所以就是四皇非黄 你也是皇帝 我也是皇帝 那这就很好理解了 这个当时唐朝的国都啊 就一直在那个长安 但是这个唐素宗 基于的地方 是在零五 所以呢 只有两个都城 就是非都是都 这个阴云积去 日月复光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 暗时之乱终于平定了 江山设计也终于恢复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宋约 大致唯唯数两经 碾于今日又东行 乾坤再造人民乐 12年来见太平 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唐朝原来这个都城啊 长安 还有唐素宗擅自称帝的都城 零五 所以有两个京城 碾于今日又东行 碾于是什么 就是皇帝的这个作家 叫碾 玉碾嘛 指的就是唐宣宗 就是唐明皇啊 又回到了这个长安 当时历史事件时 智德二载 九月的时候 这个载 就是唐宣宗天保三年 然后把这个年改为载了 到了唐素宗呢 秦元元年的时候 他又改回去了 又把那个载改回年了 这个郭子怡 收复西京 到十月份的时候呢 又收复了东京 那这个安史之乱 就是彻底的被平定了 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郭子怡 就迎回了这个唐明皇 回到这个西京 碾于今日又东行 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乾坤再造人民乐 一二年来见太平 这些话说的就是大白话了 战乱平息了 人们呢 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就就官话了 第七项 那第七项的称曰就是 升捷满我目 山川举我族 破关客栅来 图令中原窟 咱们看一下这个画啊 这是一个人啊 嘴里含着一个 像羽毛一样的东西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升捷满我目 这个升捷指 指的就是 胡人用的那个羽毛旗子 暗指吐拨 所以这个升捷满我目 指的就是 到处都是胡人 还有一种说法 指的是 各地翻阵的旗子 在飘扬 山川举我族 意思就是这个 唐朝不停地 受到胡人的侵扰 遍地的节度使啊 翻阵割据啊 就无法施瞻全角 破关科札来 图令中原窟 就是说 胡人破关而入了 就是为祸中原 送曰 楼以从来 足低溃 六宫身所 梦全飞 这里指的就是 千里之堤 毁于一穴 楼以呢 讲的就是这个宦官 唐代宗的在位时期 就是听信了 小人的谗言 使得民不聊生 第二句讲的就是 皇帝的春秋美望 基本就破灭了 他去林姓哪个飞子 那都不踏实 到处都有就是 躲枪鸟的 偷听的 有的甚至还扣个洞 去学习的 宦官是前国的 前车之鉴 但是唐朝没有警觉 哎 不光是唐朝 其实各个朝代 前期都发育的挺好 每个朝代呢 开国都是那么的 让人热血沸腾 盛世前民 但是这后期吧 就是浪 这一浪嘛 用现代词叫 诺作诺代 重门筋骨 含兵器 小草滋生 朴口蹄 指的就是兵荒马乱 这土和口放在一起 就代表这个 吐 也就是代表吐蕃 小草滋生 就是波子 后两句的意思就是 吐蕃霍乱中原 结果弄得中原 倒数四处狼藉 战争四起 而且这小草滋生啊 就是说 危机呢 是一点点滋生起来的 暗欲就是吐蕃 入侵这一块 最后啊 如果我是唐勋宗嘛 我临终之际呢 心里也大概会想 这祖宗把江山 交到镇的手里了 却搞成了这个样子 镇是痛心疾首 镇有罪于国家 愧对于祖宗 愧对于天地 镇恨不得罢免了自己啊 历史红尘 鬼魂而来 时间的考验 文明的崛起和毁灭 星辙的诞生和毁灭 一切的一切 轮回之中 你我又是谁呢 我又是谁呢